台中一名計程車駕駛在兩名乘客要到桃園歸山 但乘客一上車就睡到不省人室 当中一个人不但把脚踩在了扶手箱 还连续两次踢到了排挡杆跟方向盘 逮捕行为让司机气炸了 直接将人放生在交流道下的一间超商 请乘客酒醒之后再想办法自己回家 两名乘客坐在后座 其中一个睡相很差 一只脚踩在扶手箱 突然整个人斜躺 脚直接伸到方向盘 你脚掉我的那个方向盘了 还好司机方向盘抓得很牢 车子没偏 但司机好火大 没想到乘客再换个睡姿 这回脚又不安分了 还踢到电棚上 这个你脚伸回去 你踢到我的排挡杆了 看着乘客睡到不省人室 司机忍无可忍 直接从高速公路开下交流道 麻烦你们下车我不在了 他踢到我的 他一直在那边踹一直在那边踢 高速公路踢我的排挡杆 而且还踢到我的脸 16号清晨2点 两名乘客在台中一家夜店上车 要逐姓司机 载他们回桃园归山 一开始乘客还很清醒 但车子还开不到10分钟 乘客渐渐昏睡 脱续行径一脸串 司机再三考量行车安全 最后决定把人 放在头交流道下的一件超商 连续两次踢到我的排挡杆 觉得在高速公路上面这个行为会很危险 另外一名相对清醒的乘客 也觉得不好意思赶紧下车 至于失控脱续的同伴 恐怕得等酒醒之后 才知道自己的心境 有多夸张危险 记者组合报道